人類喜歡在我們的生活中設定更高的標準和更少的限制 成功總是帶給我們驕傲的成就和快樂的時刻 但若不努力爭取成功 就好像不中下種子而想收穫一樣 世俗文化教育 我們要獲得更高的教育 更好的工作職位 擁有更多的財產 然後我們變得成功 但這只是一種成功而已 如果我們用有效的方式去做正確的事情 用高效率的方法去把事情做好 同時享受我們的人生旅程 我們都可以稱之為成功 對於狙擊手來說 殺疑人數越多越成功 對於學生來說 希望考試的考試成績越高越成功 對於父母來說 孩子的品性越正派越成功 人們找到一條獲得和平 人愛和歡樂的生活方式 就會獲得成功 對於籃球隊來說 當他們贏得冠軍時 他們當時就是成功的 男人有房子 車子 兒子 妻子 妻子 按照世俗的標準 這個人是成功的 對於有腿傷的人 當他們開始用外部補助器再次走路時 他們的恢復是成功的 人們用鼓勵性的行動 讓別人轉離惡行 他們做得很成功 對於視頻遊戲玩家來說 當花費數小時的時間停留在屏幕前 擊敗遊戲時 他們認為自己是成功的 因為人們花費大量的時間去拯救被困的嬰兒 當他們完成工作並拯救了嬰兒的時候 全世界都為他們的成功感到高興 當我們為了自己和他人的利益而獲得成就 在人們的生活中產生積極的影響時 無論是大事還是小事 我們都可以說是成功 我們追求成功 但預料一路上會有失敗的時候 成功需要不斷地遇到失敗 而不失去對成功的熱衷 如果我們有決心尋求成功 所有的失敗都是暫時的 失敗不能阻止我們去那裡 它只是給我們從那裡開始 在我們的生活中 我們都有失敗 我們的問題不是我們遇到失敗 而是失敗後站不起來 失敗只是為我們未來的成功鋪平道路 財務上的成功不是我們的全部成功 這只是我們生活中成功的一部分 知識 知識 智慧 美德 態度 正直 健康 關係 我們都需要在這些領域內取得成功 我們都需要在這些領域內取得成功 幫助別人取得成功也是我們的成功 它不僅是一個人快樂 而且是兩個人快樂 在成功的道路上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時間表去取得成功 但是不需要把我們的成就與他人相比較 如果我們擊敗了對手 我們看起來像贏家 但是如果我們打敗了自己的弱點 我們就是自己命運的得勝者 我們生活在這個超越自我世界的偉大目標 我們不只是在個人層面上尋找成功 對於社會成功來說 如果不做傷害別人的事情 做好事就是幫助別人 每個人都有堅強的品格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真正的成功不只是我們做得好 而是當我們跌倒時 我們可以站起來 用盡我們所能去做事情 不管結果是如何 我們都是成功的 成功並不是我們所處的位置 而是我們要走的方向 成功是有夢想的人 拒絕放棄 並且不怕失敗 不是靠搭電梯達到成功 我們必須爬樓梯上去 別建議別人在做什麼 盡可能多去學習 盡我們所能去做 今天或得比昨天好 這也是成功 沒有仇恨 偷竊 淫慾 荒謬和貪婪之心的人是善良的 但成功的人生應該包括去做好事 以及關心別人 在生活中受到挑戰是不可避免的 但被打敗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堅持和意義是我們成功的關鍵 成功既不神奇也不神秘 成功是堅持基本原則的自然結果 取得成功 有一定的規律可循 有效選擇正確的道路 高效率使用正確的方法 用決心和勤奮來做這些事情 有效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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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